今天你選擇的那些是三甲籠牌嗎 對 其實我對於賽果覺得很合理 因為我自己最高分的參賽者 其實都是今天選出來的優勝者 還有我覺得他們最難得的是 除了他們表演很好看之外 其實他們都很有觀眾緣 分別地 觀眾的支持度都很高 他們應該要很開心和很值得 最深刻嗎 其實有兩個表演我都覺得很深刻 例如Win Win和CK 這兩個雖然他們沒有贏出 但其實我覺得他們的表演 是在我心裡留下很好的印象 CK在我的心目中我覺得他很厲害 因為他很多幕後的工作他都很厲害 例如他會自己編曲 他亦都很有自己的眼光 如何唱歌為之好聽 一個表演如何為之好看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全面的表演者 還有他今晚的演出都是很精彩 很足夠力 很有感染力 Win Win 我覺得他都是很可愛的一個表演者 還有在舞台上的感染力很強 他們都是在我心目中很高分的 雖然賽果當然一個比賽有輸有贏 但我覺得他們每一個都是他們自己的贏家 你覺得VV和CK都是人女團 你自己覺得 是的 我覺得現在的 我不知道女團有多少個人 雖然優勝者只有三個 只有冠亞季 我也希望他們女團可以選多些人 因為其實今晚二十位參賽者 我覺得每個人都很聰明 很好看 剛才我說過有幾位參賽者 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衷心希望 女團如果可以有多些成員 就好了 例如像CK 我覺得他都會是一個女團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成員 又或者Win Win Win Win的活力 那種帶動大家的能力 都是一個女團裡面很需要的 在現場做你們的盤 有什麼再深刻的 我上一次因為全男班 今次看女生 我覺得都幾不同 還有我想可能經歷了 這麼多屆的造星 現在的參賽者 或者整個賽制 或者過程 參賽者他們是更加快掌握到 怎樣要在一個可能幾個月的時間裡面 要提升自己去到 因為他們都知道 譬如像今天這樣 去到決賽 你要去到一個什麼水準 你要有一個怎樣的表演 你才是符合到 你去參加這個比賽 究竟你想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 其實一屆比一屆 是好像越來越 你看到很多年輕人的可能性 我覺得 其實每屆都有驚喜 今屆 這樣去看一班女生去演出 我覺得 比我想像中 帶給我更多驚喜 選男生和女生 有沒有很明顯的分別 因為我自己是女藝人 我去看女表演者的時候 我會有多些參考 我自己會明白一個女藝人 站在台上 要面對的事情有些什麼 或者他們自己本身的難度在哪裡 例如他們穿著的衣服 或者跳舞 或者怎樣跳著 之後還要唱一些高音 或者怎樣 所以我去看他們演出的時候 我想是更加知道 怎樣去離定 這個為之 他的表演很厲害 我知道他在台上 其實是同一時間 其實是要應付多少 才做到一個這麼厲害的表演 看女生和看男生 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大家都是在做表演 其實大家的熱血 都是很感動到我 謝謝 謝謝 完成了 完成了